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巴库论 很久没有做视频 最近就总结一下徐思远最近的动向 然后做一期 首先第一个话题就是 潘露被徐思远拉黑 推特被徐思远拉黑 这件事挺有意思 下面来听一下潘露在群里面的语音 至于徐思远为什么会拉黑我 很简单 就是他的徐思的双标 什么叫双标呢 他可以说别人 别人不可以说他 这叫双标 可能他工作时间长比较累吧 我算他了 他就把我拉黑了 就这么简单 我也没说什么 我就说了开了一个玩笑而已 有意思 潘露我觉得他被徐思远拉黑 还是挺有挺讽刺的吧 因为正如我这一段录音的封面 显示的那样 就是因为潘露曾经 可以说肉麻的跪舔 吹捧过徐思远吧 说中国人配不上徐思远先生 是吧 然后潘露 他来潘露 潘露自称是荷兰公民 是吧 荷兰人他是 然后他好像也 他也配不上徐思远先生 然后被徐思远先生拉黑了 另外呢 我还出过一期视频 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就是 丧家的潘露和丧家的徐思远 激情能维持多久 这个呢 哎呀 感觉好像 我现在的激不太轻 里面具体说什么了 但是我当时就 就觉得 这俩人的那种激情啊 随时可能会完蛋 因为呢 徐思远就那草情 就是他跟郭文贵一样 都是那个 只有新朋友没有老朋友的 是吧 哪怕是一些老朋友 他所说的老朋友 认识什么十几二十年的那种 是吧 他 一句话说不对 分分钟就可以拉黑对方 是吧 就可以破口大骂什么的 徐思远不止一丝地炫耀我这些事情了 用 他本来说的这些事情是 证明自己是多么的洒脱 但是呢 却给我这样的这种巴库论的人呢 提供了对他的一个观察的一个视角 他就是一个生性非常良博的人 为了一些狗鸡包玩意儿 青毛蒜皮的小事 然后 以及自己的嘴见 然后就那个 跟一些老朋友翻脸 那么就说一下这个潘露 潘露是为什么 拉黑这个 被这个徐思远拉黑呢 原因呢 贴在这里 这是当时他们那个帖子 潘露呢 后来删了这个 他自己的原来的这个推文了 就是徐思远 晒了一张那个 吃饭的一些食物的一些照片 在推特 然后呢 潘露 回复的呢 已经删了 但是我通过其他的渠道打听到了 原来潘露说的是 晒时的都是闪逼 就是说 晒时物的这种都是闪逼 然后 他是说 哪怕是机油也不例外 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然后呢 徐思远说 先学会使用人类的语言表达 算了 不气腻了 好吃好休息 然后呢 就被徐思远拉黑了 还发了一个推文公布 配了一张 就是说 好像是被斩首的一张图片 老潘昨晚又习惯性的 在推特上对我标脏话 我趁着酒性 顺手把他拉黑 且不准备拉白 这就是 就这么一句话 我来分析一下 他这个 这个帖子的前前后后 就是体现出了一些问题 第一呢 就是说 潘露对于徐思远这个人的这种 两个人关系的这种定位呢 是不一样的 潘露呢 他把徐思远认为是他的机油 然后呢 机油之间开一些玩笑 然后就觉得没问题呀 是吧 因为 我其实一下就能理解 潘露的那个意思 就像我 就像我见了一些特别熟悉的一些朋友啊 机油啊 然后会比如说会以傻逼来代称 傻逼本来是一句骂人的话 但是呢 在机油之间却成为了一种逆称 是吧 是这样的 所以潘露 我的判断呢 感觉潘露也是这样的 就是他把这个 跟徐思远的这种机油之间的关系 所以机油啊 说一句 亲密的称对方是傻逼 那也没什么问题呀 就像我 我也做过那样的事嘛 但是呢 没想到却 就是说 算是触碰了徐思远的底线 然后呢 就被拉黑了 我觉得 这个呢 就是说徐思远对于潘露的这个定义呢 其实我认为是他没有 没有 是关系的对等 并不对等 是有落差的 徐思远并不认为他 潘露就是他的机油 徐思远 在徐思远眼里 潘露可能呢 就是一个 互动比较多的一个网友 也就这样吧 是吧 我不知道他们俩线下有没有 认识 有没有什么那个 见面呀 什么的 一块什么吃饭啊 什么的 有没有见过面 有没有做过这些事情 如果没有的话 或者是很少的话 那对于徐思远来说 那就更加就是说 这关系就更加淡薄了 随时 别说这样的一个 一个算是网友这样的一个人 就算认识多少年的 也可以分分钟来黑 更何况潘露这样一个网友了 但是潘露呢 就觉得错误的 就是说估计 或者定位了他们之间关系的 这个亲密程度 所以呢 就犯了这么样一个错 然后呢 潘露呢 有意思的是 潘露原来 他也知道 徐思远是很双标的 我以前以为 潘露是 就是说贴上了徐思远之后 我就已经他妈的 就是 徐思远怎么拉屎 他都觉得很像一样 他前一阵我还曝光了 他在那个群里边说什么 支持酷润 支持酷润坐下去 最重要的是支持酷润坐下去 酷润打赏 是吧 这什么 然后呢 没过那么一两个月 然后就被酷润 酷师给拉黑了 颇为讽刺 第二呢 就是说 关于他们俩的这个关系呢 我还想说一点 就是说 徐思远 在从徐思远的这个角度来说 他对于这些 网上认识的一些 一些个网友啊 之类的是吧 像什么那个 什么支那猪啊 大猫啊 什么这些 这些酷吃粉 是吧 就是说 他们对 在徐思远看来 是怎么看待这些人的 是吧 那就是教主跟教徒的关系 千万不要搞错了 很多 这就是说 包括攀路也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说 对于这些酷吃粉呢 他们有时候 就觉得 哎呀 跟那个 徐思远的互动 又非常的频繁 然后又非常的热络 然后就 告诉 就是 没有认清 自己这个关系 就是教主跟教徒的关系 徐思远是不允许任何人 去批评他的 是吧 当然他会对外宣称 说什么自己 表现 展现自己的胸怀 然后 然后 但实际上他他妈的是完全 你没有办法批评他的 是吧 如果你去 你哪怕是去反驳他是吧 他也会认为 他会找一些个这种 边边角角啊 说你是在谩骂他 他会把 把你对他的批评定义为谩骂 然后就把你打黑 然后怎么着 是吧 这样的关系 我觉得有 用一个比较 用一个比喻来说 就像毛泽东跟林彪的关系 是吧 你林彪也错误的 估计了毛泽东和林彪 毛泽东和他的关系 林彪觉得 我是太子啊 我是接班人啊 是吧 他是这样的 但是毛泽东看来 毛泽东和林彪的关系 是君臣关系 而不是什么 太子跟皇上的关系 不是这个的 是吧 他是一个君臣关系 你 林彪 你做出很多事情的话 是犯忌讳的 是吧 潘露也是 潘露你 你不是什么 那个机友 你只是人家的 众多的一个 酷食粉之一 是吧 而且我在这个以前的视频当中 也已经说过了 潘露他跟徐思远 这么热度的 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 潘露 潘露是在蹭徐思远嘛 因为我说了 你看 大家去看潘露的这个频道 潘露的这个频道里面 我操得这么流量低的 简直他们 哎呦 没法说 流量最高的那些个视频 还真的就是 跟徐思远一块 那个 一块直播的 是吧 因为他们因为很多人都喜欢听那个徐思远去骂人 去毒蛇 是吧 所以呢 流量会高一些 其他的那个视频 简直是那么惨不忍睹 我自己觉得还是挺为 这个潘露不值的 就是勤勤恳恳当小媳妇 做捧根 也好些年了 是吧 然后徐思远那个 说翻脸就翻脸 就由于一条 一个玩笑 马上就翻脸 而这个潘露呢 其实还是想蹭徐思远 毕竟他的这个酷 他这个潘露的这个群里边 电报群里边 都是从这个 那个徐思远那边引过来的 是吧 所以就是说 潘露有今天 那那那我 我觉得啊 客观来说还真的 都是由于徐思远的这个 就是 才一句啊 因为因为你比如说我 我就是看了那个 徐思远的视频 然后过来 那个才知道潘露是谁的 然后 这些流量也就是说 这些初始的这流量嘛 至少是 都是由那个徐思远 给那个带过来的 而且我知道 他们这些做油管的 这些人呢 脑子里就全是那点流量 是吧 而且互相之间的勾心斗角 谁跟谁 都不想分享 自己的流量给对方 然后就是全身的那点 那点狗鸡包玩意儿的事 然后 那个徐思远呢 能够分享流量 给这个潘露的 还确实是不容易啊 这点我想 或许在这个潘露内心里 还是比较感激的 但是 奈何 徐思远就是一个 生性凉薄之人呢 八甲无情 是吧 你以为他是什么 他是跟你 是世纪二十年的好机友 是吧 实际上你狗屁不是啊 告诉潘露 你自己的定位是错误的啊 呃 然后呢 第二件事呢 就是说 呃 关于徐思远被封号这件事啊 呃 大概是前一两天吧 然后被封号了啊 网上是 呃 一片的这个欢腾 包括我在内 呃 他为什么封号呢 那么我就展示一下 首先当然是 由于呃 徐思远一贯的在网上 就跟人就是谩骂 我不能说是什么私逼啊 或什么 这不算啊 就是 呃 不是 徐思远也没有什么私逼 这回事 他就是谩骂别人 他在他在推特上谩骂别人 然后呢 别人对他进行反击 你反击好像就成了私逼啊 实际上不是 实际上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碰瓷犯贱 谩骂啊 啊 这徐思远 大家可以去看徐思远推特 他基本上 没什么别的事 你知道吧 他百分之 呃 五六十七八十 都是在那个 就是说碰瓷 骂骂别人 然后剩下的一点呢 就是说 呃 复制粘贴一些 个洋人的一些个名脸啊 然后配一些洋人的图片啊 然后就是说 打造一个逼格 是吧 打造自己的人设 就是一个逼格 装逼 是吧 就这么回事 然后他这一次 直接被封杀的原因呢 嗯 当然是被举报了 呃 由于他跟这个 他说的这个叫 Coffee姐 然后撕起来了 长期 撕了挺长时间的 然后被 一直被举报 当然 也有我的份啊 我也在举报他 据我所知 也也有好些 别人也在举报他 在这种 综合的这种举报之下呢 终于把这个 徐岁月给拿下了啊 啊 这个推特自从裁员之后呢 工作效率还是挺高的啊 呃 有所提高 啊 因为我的认为 就是我的感觉啊 我的使用体验 就是在2020年之后吧 推特2021年 徐岁月被封了两个号啊 其中一个后来 又被解封了 那2022年之后呢 推特这个举报啊 什么封号就 呃 就不怎么封了 或者说是啊 就是 封的比较慢 或者说他的那个 呃 封号的标准就提高了 然后呢 所以呢 就是 呃 徐岁月也没一直没有被封 直到今年呢 就被封了 呃 不超过一周本 他们都说了一些什么 导致他被封号 好 第一 是这个 这条 成都 绝经机 发疯一样举报我的号 很遗憾 我的号 依然健在 呃 他发完这个 这条推文之后的 大概是一到两天吧 就被封号了啊 是秒打脸 是吧 这那么的 呃 另外 呃 看这个 他的使用称号叫成都 绝经机 啊 就是 这就是徐岁月的这种 风格吧 啊 这种非常用肮脏的语言 自己发明的一些词汇 但是很多人呢 故事本就是喜欢听这些东西 啊 我我我对他表 我对这些人其实 表示一定的理解吧 因为我其实 也挺喜欢听郭文贵骂人的 郭文贵骂人也是什么 癞蛤蟆啊 下痴疮啊 啊 什么那个那个是吧 就是 就是说自己发明一大堆这种 这种 这种 呃 肮脏的词汇骂人 他确实听的挺爽的啊 呃我知道很多护士们也是这样 但是你看他这个话 我觉得 比他妈的光贵 还有还有脏一些 哎 我不知道王琴绝没绝经啊 啊 王琴绝经了吗 啊 下一条是啊 下水塔排卵了 啊 又又是这个 也取了个外号下水塔 然后排卵了 呃 还有这个 这个是大猫 这个大猫呢 也被封号了啊 大号被封了 小号 现在刚马上又 又启用了他的小号 然后呢 他们的留言说可能是 啊 又是在骂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 Coffee姐 呃 他说可能是因为太干涸了 才没有哪个男人 对这种丑女有兴趣 哦 啊 既然说到这儿的话 那我就得说一下 咱们看看那个 王琴长什么样 王琴 咱们看看王琴丑不丑 来看看这张照片 就是 呃 王琴的这个 徐孙远的这个 全家族啊 呃 这张呢 应该是 呃 这张 这张呢 是应该是 他的投手圈 里面的照片 然后写着是 离开鸡国机场的 最后一张照片 从此和鸡国永别 呃 那就应该是 2018年左右 对吧 2018年 呃 如今回望鸡国 看见那么多人 表现出旺盛的求生欲 不禁 不禁一声叹息 呃 这话 我我觉得 读了这个文字的话 觉得有点装逼 有点莫名其妙的装逼 你知道吧 什么 看见很 很多人表现出旺盛的求生欲 不禁一声叹息 你叹息啥呢 求生欲 呃 天下 息息皆为利来 天下让让 皆为利往 你人家就是各忙各的事 你叹息什么呢 啊 你你从哪看出什么求生欲了啊 你你呢 我倒觉得你都是那种求生欲啊 成天挣扎在 挣扎在这个法拉盛 然后吃着福利 然后那个勉强没有 勉强没住大街上 就这种属于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然后你还 我倒是觉得 我我真的不是为了骂你而骂你啊 就是我倒觉得 学生院是 就真的是表现出旺盛的求生欲啊 就是 就要不然的话 他妈的 呃 求生欲稍微要是那个低一点的话 早就那个就是在那个法拉盛外边某个地方搭一个帐篷 然后吃吃那个当流浪汉去了啊 我就觉得 然后从这张照片上的看着王琴 来 哎呦 这王琴怎么形容王琴的长相呢 我昨天在推上发过一张那个 呃图片啊 就是植物大战僵尸里面的窝窝 你知道吧 然后看到王琴这个 这个脑袋呢 就是一个窝窝 而且 哎呦 这塞帮子上的肉啊 这脸呢 比徐斯养要大 然后这 这个 这身材 我就 或许是由于他这 呃穿的这个衣服 又或许是 呃 他这个身材本身啊 就感觉是一个 哎呦 我没法说 就这种人应该挺多的 这种就是中老年妇女 然后那个农村中老年妇女 是吧 我不能说 我不太想 就是说 用多么肮脏的语言 去攻击王琴啊 就是说 他这种老大妈就是挺多的 我我平时见着了 我肯定 不好意思 我肯定是就是 都不太抬眼看他的那种 你知道吧 因为对我实在 没有任何的这种 就是说 呃 好奇 哪怕是好奇 我就是 看着这人身材 我都 我都不好奇 他的脸长什么样 是吧 当然这 这王琴呢 这脸长成这样 也能够解释出很多问题啊 就是说 徐斯养觉得 王琴 觉得这个Coffee 结长难看 但是我觉得 还是可以吊打王琴 吊打王琴是没问题的 王琴无论是这个 就是说 他的这个身材啊 看不出 但是这个胸 看也看不太出来啊 这张照片里面 胸可能是挺大的 但是呢 是属于那种 呃 中年老大妈那种 就是那种胸 也特别大 但是呢 特别的塌 特别的软 特别塌 都搭了到那个胸 就经常搭了到肚脐尔上的 那种那种胸 是吧 那种也特别大 是吧 但是但是 但是那个是塌的 呃 这就是让我联想到 王琴 不是这个 徐岁远是不是就是这种 成天守着王琴 这么一个农村妇女 然后农村老大妈 所以是提不起来性欲 然后所以成天在网上撸管 成天看什么耿肖男的胸啊 成天成天是这个 就是呃 在这个分享一些AV 然后在那 在推特上分享一些AV女优 然后在那撸管啊 而且这个 从这个外观上来看 你也可以厌倦的看出来 这个就是这叫 王琴肯定是没什么文化 我想应该 他应该没有高中毕业吧 应该没有高中毕业 就就就 从他这外观来说啊 虽然说 呃 虽然说这个东西是我的猜测 但是嗯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因为一个 父亲变的 一个一个在北京 租房 开父亲店的一个 一个一个 是吧 在开父亲店之前 还是一个穷逼打工仔 这样一个人 你说他能找出什么样的老婆呢 而且据我看他们呢 呃 其实最年是1974年的 然后我看 呃 之前有 有一位网友扒出来 那个徐岁远的一些料呢 就是他们开的那个 复印店吧 应该是复印店啊 就是在2003年 那个法人就是王琴 那么也就说2003年的时候 徐岁远跟王琴已经结婚了 呃 徐岁远是74年的 那就是29岁 呃 29岁 他就已经跟王琴结婚了 哦 这点我还得 要觉得 要佩服徐岁啊 没呃 跟王琴过了这么多年 也没离婚是吧 虽然可能是 中间可能是吃喝表赌啊 但是也没离婚 然后这个呃 这个王琴呢 你说那样的 呃 当时徐岁远那样一个状态 他能长到什么样的老婆呢 就我就 我的这种 通过这种猜测 再加上我对于王琴外貌的 这样一种观察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上过高中 啊 应该没有高中毕业 呃 并且呢 你看他的这种 直接就从外貌表现出来 这种气质啊 因为徐岁远呢 曾经曝光过 是这个还是转发过呀 我记不太清了 呃 就是乔木的那个老婆 是吧 那个我看完之后 我就一看 哎呦 那我觉得这一 我看了乔木老婆之后 一看就是觉得是一个 我不能说 不敢说多漂亮吧 但是就是一个 一看就是一个 很有教养 很温婉的一个 呃 受过教育的一个 一个一个女人 但是呢 这个 王琴这么一比的话 这王琴 王琴给我一个 什么状态呢 就是说 他是一个显然是 没什么文化 然后就是 呃 这样一个农村妇女 然后呃 对于徐岁远呢 基本上属于那种 言听计从啊 就属于那种 就是就是 就是初夏丛夫那种 是吧 就是那种人啊 而且表现出这种气质啊 哎呦 卧槽 这他妈的老土 我都不想再看他妈的 第二眼 实在是长得就是 长得也难看 而且这个就土了八戚那种 我这真受不了啊 哎呀 整个这个身材 这个身材也是跟他们水桶一样那种 哎呦 就是除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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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窝过脑袋之后下面就是一水桶 好 我评论这个呃 徐岁远的老婆啊 王琴啊 就就就就就说这么多啊 其实也不用说我没什么素质啊 我本来也没什么素质是吧 我我本来也不是什么装逼道德表是吧 我也不是那种道德表哎呀 给他们宿小和一样啊 下面看他看这个去看这个徐岁远是怎么辱骂别人的啊 这个是他转推的王清鹏的这个推特推文就是 女人一般来的是月经客王清鹏来的是鸡鞋啊 这个王清鹏基本上我的印象中 他从来没有回应过这个回复过这个徐岁远啊 徐岁远啊 后来又把徐岁远拉黑了 那徐岁远呢就一直追着追着这个王清鹏就谩骂 因为呢他认为这个王清鹏是小民小啊 民主小亲亲 然后就追着谩骂追着谩骂 然后别人拉黑他之后 晒截图然后继续谩骂 然后在这用这种他自己发明的这肮脏的这种是吧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王清来的是机器还是什么 还是朱学 王清不是刚生完俩孩子 应该还没有必经是吧 应该快了啊 下面看这条 是他这个叫这个人叫摩西吧 说实话 胡子在和太太恩爱时会很爱事 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徐岁远 徐岁远经常说中国人除了吃就是糙 是吧 我看这徐岁远 这除了除了晒时是吧 然后被潘鹿一说 然后拉黑了潘鹿 除了吃就是糙 然后就是骂 是吧 他长那个嘴就是高门嘴 就是为就是骂人用的 主要是骂人 是吧 就是人家人家晒了一张自拍 留着胡子的自拍 他就想到这个做爱 是吧 然后再看到这张 别晒一下这个这个生蚝什么的 然后他马上就说 中国人爱吃鲍鱼 无非是吃哪补哪 鲍鱼酷似女性生殖器 祝阳兄 吃好喝好 神勇无敌 看见没有 就就就就 就几两句话就 就跑不出老本行 就就 两句话就往裤装那笨 好 这就是他最近 其实在这几天发的一个推文 导致那个 呃 被封 他的那个 有一个备用的号 已经启用了 那么我已经会 肯定会盯住 他这个备用号 呃 如果他还像现在这样的话呢 到目前 呃 推特这个 对言论的这种 宣查 与那个 就是标准吧 呃 许选那个号 他如果还这么着 撒野的话 那个号 也 撑不了多长时间 啊 好 我就说这么多 好